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选为了班里的班长 他是个独立懂事的孩子 从小学开始就自己坐公交上下学 无论刮风下雨 从不需要父母接送 一天上午 亮亮在一辆 正在开往学校的公交车里 拥挤的车厢和闷热的天气 不禁让人昏昏欲睡 距离终点站还有两站 乘客们陆续下了车 亮亮也终于找到座位 他立马坐了下来 可屁股还没坐热 就有张大手拍了拍亮亮的肩膀 亮亮回头一看 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 他身穿黑色外套 头戴鸭舌帽 男子轻声地说 小朋友 我们可以换个位置吗 你这儿靠窗 亮亮有点纳闷 心想 明明你的位置也靠窗啊 为什么要和我换 不过他也没多问 以为男子只是喜欢 看他这边的风景 所以跟他换了位置 公交车继续向前开着 亮亮亮好奇地 亮亮好奇地朝原来的位置 看了过去 他看到男子的前排坐着一个老人 正在哭 而那名男子的手 正慢慢地 伸进老人的西装 口袋 亮亮被这一场景惊呆了 这时男子突然扭过头来 看着亮亮 还对他鬼魅的一笑 并且比了一个不要吵的手势 亮亮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不敢出声 终点站到了 亮亮慌忙地下了车 车外的阳光格外的刺眼 亮亮的脸胀得通红 他低下头看着地面 慢慢地向学校走去 他边走边回想车上的场景 想到那个小偷 他心里有些害怕和紧张 但当他想到那个东西被偷的老人时 他感到很同情 同时又责备自己懦弱 没有站出来帮助那位老人 带着这复杂的心情 他来到了课堂 一下午 他都没有心思听讲 而是一直想着那件事 下课灵响 亮亮挤上了回家的公交 人群 人群中 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上午看到的小偷 亮亮立马紧张起来 心想 如果我这时候大喊车上有小偷 没有证据 大家肯定不会相信的 于是他悄悄躲进人群中 紧密观察着小偷 终于小偷将手伸进了 一名乘客的口袋 看到这一幕 亮亮迅速地挤到了车厢的最后面 大喊道 有小偷啊 有人在偷钱啊 大家注意啊 乘客们 骑刷刷地回过头 看着亮亮 那名东西被偷的乘客 慌忙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然后大叫道 我的钱包呢 接着他对着小偷说道 你刚刚刚干嘛 一直挤我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钱 小偷连忙把手藏到口袋里 然后往车门边走 试图下车 亮亮又喊道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偷了你的钱 钱包被偷的乘客 迅速承转移动 迅速扯住小偷的大衣 生气地说道 你还想跑 跟我去警察局 接着小偷被那名乘客 拽下了车 看到小偷被抓 亮亮长舒了一口气 这时车厢中传来各种声音 有人说 哎呀 之前我就见过 那个人偷东西 也有人说 刚刚他为了偷东西 还特地和我换了位置呢 还有人说 这小孩真大胆 什么都敢说 亮亮亮 亮亮低下了头 感到有点害羞 同时又很自豪 回家后 亮亮兴奋地 把抓小偷的经过 告诉了 告诉了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听完后 脸上露出担心的表情 说 你一个小孩 干嘛 干嘛 多管闲事 他又没偷 你的 东西 万一 他记住了 你的 样子 以后 报复你 怎么办 亮亮亮回答道 但是 我是 跑到 车厢 后面 才 开始 喊的 这样 他就 看不清 我的 样子了 亮亮妈 无奈地笑了笑 说 那也很危险呀 再说 那么多大人 看到了 行切的过程 为什么 不让他们去说呢 亮亮 挠了挠头 疑惑地 看着 他的妈妈 问 可 如果 大家都 不 说话 那 我也 应该 装作 没 看见 什么 都 不 说吗 这下 他的 妈妈 愣住了 不知 怎么 回答 他们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